行任高雄市長韓國瑜就任前喊出 中央要跟著地方走的兩岸論述 就任後提出新雙城論壇 高雄會先行與大陸城市交流 以南方合作為主 點名聲廣下 大陸國台辦樂觀啟程 誰的政策好 誰能為台灣民眾過好日子 帶來實實在的利益 那麼我想 台灣民眾就會跟著誰的政策走 對兩岸城市交流 一直秉持積極的開放的態度 那麼在對兩岸關係性質和兩岸城市交流 有正確認知的基礎上 而對於柯文哲日前直言 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都已經被標籤化 呼籲對岸享新名詞 發言人馬曉光常調 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共同政治基礎 尤其根據旺旺中時媒體集團最新民調 與六成台灣民眾贊成九二共識 大多數台灣同胞 那麼從自己的切身利益出發 那麼認識到九二共識的重要性 以及它的可貴性 那麼它關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能不能行穩致遠 當然也關乎兩岸同胞 特別是台灣同胞的切身權益 那麼就像水和空氣一樣重要 而對於日前台北市議動物園 有意附大陸參加貓雄年會 卻遭到拒絕 對此大陸國台辦回應 此會非比會 2019年的研討會持續是會歡迎 台北市議動物園派員參加的 而大家都很關心的圓仔繁育問題 目前兩岸專家是已經在探討可行方法 希望很快就會有好消息 以上是記得的 中文洋七號 我們在北京的採訪報導 準備好了 採訪